小米手环6這次把以往的觸控鍵拿掉了 螢幕尺寸也變大了許多 不僅能讀的字變多了 選項的圖示也變大了 在操作的點選上面也相對比較容易 各位好我是商業大叔 歡迎來到科技生活風 市面上的智慧手錶選擇非常多 大叔我自己也是智慧錶的愛用者 我們知道小米手環6在7月份上市 大叔購入到現在也使用了一段時間了 剛好有許多朋友也在敲完小米手環的心得 今天大叔就來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體驗 首先我們先從最明顯的升級來談起 小米手環6這次把以往的觸控鍵拿掉了 螢幕尺寸也變大了許多 以小米手環4為例 螢幕尺寸是0.95吋 在操作及閱讀上會有點吃力 小米手環6的螢幕則是變成了1.56吋大的AMOLED螢幕 在閱讀上會輕鬆許多 也增加了眼睛的舒適度 不僅能讀的字變多了 選項的圖式也變大了 在操作的點選上面也相對比較容易 可惜是下巴不是等寬 如果在意的朋友可以把桌布設置成黑色 就可以隱藏這個長下巴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升級也是非常有感的 以前為了省電 小米手環小米手錶都沒有設計換頁的動畫 在感受上難免會有一些陽春感 在翻頁的時候也不夠流暢 但這次不一樣了 小米手環6增加了滑動式的瀏覽設計 螢幕畫面能夠流暢的滑動 增強了觀看的用物體驗 這一點值得稱讚 小米手環6整體的重量是12.8g 戴在手上十分的輕巧 有多種錶帶可以選擇 我選擇了沉穩的黑色做搭配 在最基本的台灣顯示反應是十分的迅速 不會有延遲 或者是你需要晃動手錶才會亮起的狀況 至於錶盤的選擇也有很多樣 能夠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選喜歡的錶盤 例如你在健身房 就可以選擇運動類型的錶盤 如此一來你抬起手錶 就能看到今天的步數消耗的卡路里 如果沒有挑到自己喜歡的錶盤 你還可以上傳自訂的圖片 另外我們再來談談小米手環6在數據統整的升級 大叔覺得這一方面小米做得很不錯 往下滑點顯第一個選項狀態 這主要是記錄一天的步數 而步數的呈現可以說是相當的友善 你不僅可以看到今天我們走了幾步 小米手環6還會換算距離跟卡路里 不僅如此 往下滑這周的步數 你都可以供你檢視 你可以完整的看到這周的活動量 你不需要透過APP才能查看 在手錶上往下滑你就能看得到 提到APP 小米手環6支援的APP有兩個 一個是小米運動 一個是小米穿戴 大叔使用的是小米穿戴 小米手環6能夠監測你的睡眠品質 什麼時候睡什麼時候醒 其中的深眠淺眠還有快速動眼期 都分明是什麼時候 都可以在APP中看到 甚至半夜醒來的短暫片刻 小米手環6都能夠掌握 另外還新增了白天睡眠的部分 能夠辨識出你在睡午覺期間 是深眠還是淺眠 在這兩周實測下來 能夠正確記錄90%吧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小失誤 不過長期使用還算準確 另外小米蠻用心的強化健康紀錄這一塊 不只睡眠 在身體健康監測方面 小米手環也新增了大家 很看重的血氧飽和度功能 可以在APP上面看到你的血氧飽和度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的設計是被動式的 也就是說小米手環6 並沒有提供背景監測血氧的功能 你要自己去點選這個功能來做測量 這一點要提醒各位 好再來提到這個運動功能 這次小米手環一口氣增加了19種的運動功能 包含了跑步、自行車、健走、室內健身、皮拉提斯等 有氧或者是肌力、球類運動方面 或者是生產運動方面的選項 同樣它維持了防水的設計 對大叔而言算是相當有用的工具 在健身時只要按向自由訓練 手環會開始計時會測量你的心跳 計算你的這個消耗的卡路里 或者是這個主速之間的間隔的時間 這樣能夠達到最有效率的運動模式 但是在跑步方面就稍微有點遺憾了 由於小米手環6沒有內建GPS 所以你外出運動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帶著手機 這個稍微會有點不方便 還有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NFC的功能 這次還是沒有加上 我們期待小米手環7 這些功能都會放進來 接下來是通知顯示 小米手環以往會有藍牙斷線 或是常常收不到通知的問題 但這次小米修正了這個問題 這次在訊息的接收上非常順暢 震動反饋很有力 大叔使用了兩三週的時間 來電或訊息幾乎沒有漏洩過 這點要給小米手環6按個讚 好我們再來談談續航力的部分 小米手環6從煤電到充飽電 大約會需要一個半小時 小米官方的數據 是表示能夠撐兩個禮拜的時間 但實際上我在開啟大部分功能的情況下 續航表現大約就是維持一週左右吧 好總結來說小米手環6在使用的邏輯 以及互動上都已經是十分成熟穩定的產品 不管是睡眠的數據 心率或者是血氧紀錄上都十分的出色 在運動方面的監測也是十分的穩定的 佩戴舒適度也很不錯 這個產品穩定 而且低售價的特色 很適合當智慧手錶的入門款 對智慧手錶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考慮將小米手環放入你的購買領帶 另外提醒各位 本期節目有抽獎的活動回饋給大家 獎品就是剛才在畫面上出現過的 米家魔方延長線 我很喜歡這個米家魔方延長線 精緻簡約的方形設計 讓你有效節省座面的空間 它提供3個USB的充電插口 還有防過窄的保護功能 可以保障你的用電安全 有白色的柔光指示燈 使用狀態一目鳥然 你只要訂閱科技生活風的頻道 按讚並且留言 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細節我會在說明欄為說明 並且公布在臉書的粉絲團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分享給朋友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喔 我是唐一大叔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能第一時間收看我們的芯片 開動 燈 還有 感谢观看